大家好,我是小A,歡迎大家再次用來小A的戰地1教學視頻 那麼首先感謝大家上次回應了小A對訂閱者的一個小調查 現在小A知道大多數人想看小A先出怎麼跑地圖 怎麼飛飛機還有一些關於賽具的視頻 同時也有一部分玩家想知道小A的一些按鍵鼠標設置 那麼這些都是小A都會說的 但是今天小A先開始戰地1地圖跑位教學的第一課 在這一集小A主要想教一些剛入手戰地遊戲的玩家 還有一些玩戰地系列不久的玩家 什麼叫跑位 而且跑位的時候需要注意哪些遊戲情況 其實許多人認為小A跑位跑得非常狡猾 我記得有一位訂閱者說小A跑位 簡直把敵人當做一些單人遊戲裡的NPC 就是說他們簡直根本沒有注意到小A 而且小A打他們的時候有點像打靶子 一個一個能把他們消滅掉 那麼在這當中小A首先要告訴大家 小A不是每次跑位都能跑得非常成功的 有時候我也只能殺一兩個敵人 然後被第三個敵人幹掉 有時候我只能殺一個敵人 然後被他隊友幹掉 所以說跑位是一種技術 但是也需要一定的運氣 而且要掌握一些戰場上送給玩家的機會 發揮要機靈 最後小A想告訴大家就是 作為一位戰地系的老兵 小A從來沒認為自己的槍法非常好 比如說用狙擊手 用一些需要技術的槍支 我並不認為我有很好的槍法 但是跑位這方面小A是比較好的 不能說我是萬能的 只能說因為跑位 我每次都能打到地圖的前五名 那麼目前小A已經在這遊戲裡達到五十級了 幾乎每張地圖小A都能廢出來 如果大家給小A一張紙 我可以把每張地圖的跑位路線通通畫出來 那麼這是靠小A的經驗 也是靠小A平時注意敵人是怎麼跑位的 我相信玩家多玩多玩這遊戲 會學會一些狡猾的跑位路線 但是不是每次都能用得上的 那麼小A廢話就不多說了 我現在開始講一些跑位的常識 這些常識說了之後 請大家每次看小A跑位教學的時候都記在心中 以後小A將把遊戲裡一些複雜的地圖 跑位的一些路線 還有小A怎麼跑位的視頻通通解說一遍 目前小A已經錄好了四五張地圖的跑位技巧 但是在解說他們之前 像我剛才說一樣 我首先要把一些基本概念交給大家 玩家要學好跑位最基本的一刻 就要知道地圖哪裡有掩護 千萬不要在沒有掩護的地方跑來跑去 因為玩家移動的時候 會吸引很多注意力 可以說在戰地一固定的敵人 有時候很難看出來 移動的敵人是很容易看出來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掩護後面跑來跑去 就算沒有掩護或者掩護不是非常好 大家也一定要學會 所以遊戲裡士兵的幾個開槍的角度 最簡單的說法就是如果玩家躲在一個角落 那麼玩家的背還有左方或者右方一側 是在掩護後面的 那麼玩家還要看兩個方向 就是沒有掩護兩個方向 因為在這兩個方向玩家是暴露的 如果敵人要把玩家打死 就可能從這兩個方向來的子彈 今天小A玩的一張地圖叫 Argan Forest Argan森林 這張地圖不大 而且不複雜 但是有些地方小A可以解說 希望以後大家跑位的時候注意 首先請大家注意小A用的職業 今天小A用的是突襲兵 然後請大家再看看小A手裡拿的武器 小A拿的是現彈槍 其他裝備小A帶的是炸藥包 反坦克手雷 還有一般的手雷 在此小A想教大家第一課 就是在什麼地圖 選什麼裝備 選什麼武器 這是非常重要的 跑位如果你選對 裝備與武器的話 那就方便多了 那麼今天小A手裡用的是現彈槍 小A為什麼要在這張地圖用現彈槍 這是因為這張地圖 我與敵人交火的射程都是非常近的 有許多狹窄的空間 而且在這麼狹窄的空間 我有時候會遇到兩到三個敵人 現彈槍是近距離發揮的一種武器 如果打得好 近距離我一秒就可以幹掉一個敵人 他的擊殺速度是非常快的 當然他的弱點就是小A不能與敵人在中距離 或者稍微遠一點的距離交火 因為我的現彈槍打出來的顆粒太散了 換句話說我現彈槍開火 打中距離目標不是非常準 但是在近距離發揮我是可以秒殺敵人的 所以在這麼窄小的一張地圖 用現彈槍跑位是一種非常好的選擇 因為看到敵人如果玩家槍法轉一點的話 一槍一個人一槍一個人 一下子可以幹掉敵人整個小隊 那麼小A為什麼帶了反坦克炸藥包呢 這張地圖沒有敵人載具 除了敵人輸得太慘的時候 會有一輛裝甲火車 那麼小A說實話 我帶這些爆炸物並不是對付火車的 我是對付敵人步兵的 因為這張地圖空間比較小 大多數敵人喜歡聚集在一起 如果我能把手雷向敵人聚集的地方 扔一枚的話 扔得好可以炸死一大堆敵人 就算不炸死敵人 如果小A看到我炸傷了敵人 我也能估計敵人數量多少 比如說我扔一顆手雷炸傷了敵人200多個血 我就知道那裡可能不僅僅只有一兩個敵人 可能有三四個敵人 每個人都被我炸傷了一點血 還有如果小A只炸傷敵人大概15個血 那小A猜測就是那裡大概只有一兩個人 但是那裡還是有敵人的 如果小A沒有炸傷任何人的話 我可能會推測那裡可能沒有敵人 那就可以從那裡跑位了 那麼小A為什麼帶炸藥包呢 這是因為這張地圖有許多藍色的門 這些藍色的門可以反鎖 就是只能從一邊打開這座門 另外一邊是打不開這座門的 因為從裡面鎖住了 那麼玩家可以用炸藥包把這些門炸開 打開新的路線 許多狡猾的敵人喜歡把遊戲裡一些門反鎖 這樣子敵人搶不到那個點 那麼小A帶了爆炸物就可以把這些門炸開 除了在什麼地圖用什麼裝備帶什麼武器 這重要的選擇之外 玩家還要熟悉敵人的出生點在哪裡 那麼戰地系列這個遊戲 一般一個戰列點有三個不同的出生位置 那麼戰第一這個遊戲有點獨特 一般來說只能說一般來說 電腦是不會讓玩家出生在敵人的面前的 除非玩家出生在小隊身上 如果出生在戰列點上 一般玩家會出生在一些固定的位置 當然這有三個固定的位置 但是如果大家學習這些固定的位置在哪裡 就可以知道有時候敵人可能會從哪一個方向跑過來 小A認為這也是學習跑位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大家要掌握就是一個戰列點 一般敵人是出生在哪裡的 如果玩家能學會敵人的出生點規律的話 就可以知道敵人會從哪裡跑過來 那麼看到敵人就有開第一槍的權利 也知道應該在哪裡找掩護 在跑位中玩家還要學會怎麼解讀微型地圖 就是迷你馬 還有怎麼解讀右上角的擊殺目錄 小A首先說微型地圖吧 微型地圖可以給玩家許多信息 首先就是如果隊友把敵人找到了 而且用Q鍵把敵人點出來 他們的位置就可以在微型地圖上出現 不過就算隊友沒有把這些敵人點出來 小A也可以推測敵人的位置在哪裡 那麼怎麼推測呢 當玩家的隊友死的時候 微型地圖上會出現一個藍色的骷髏 如果玩家熟悉一張地圖的跑位路線 就知道敵人會從什麼位置把這位隊友幹掉的 當然有時候把隊友幹掉的並不是士兵 而是士兵的裝備或者載具 這時候玩家一定要看右上角的擊殺記錄菜單 如果敵人是飛機幹掉玩家的隊友的 那麼玩家沒辦法取得一些前方 或者隊友死的那個位置到底有多少士兵的信息 不過如果敵人是用步兵武器把隊友幹掉的 那麼玩家至少知道敵人大概是狙擊手 還是醫療兵還是突襲兵手裡拿了什麼武器 如果拿了限彈槍那麼玩家要與他保持一定的距離 如果拿了狙擊武器玩家一定要找掩護 所以微型地圖與擊殺記錄菜單 是非常有效的一種解讀情況的一些工具 在微型地圖小A還能說一點就是如果敵人死了 微型地圖上會出現紅色的骷髏 就算小A看到地圖上只有一兩個紅色的骷髏 小A從那裡跑位的時候也要當心 因為很有可能他們隊友還活著 也有可能會有醫療兵跑來要把他們復活 所以小A跑位的時候還是要注意敵兵的 還有一些跑位中要注意的地點就是地圖的聲音 戰地1敵人的裝甲有獨特的引擎層 玩家也可以聽到敵人士兵的喊聲 還有自己士兵的喊聲還有槍聲 不過小A認為最重要的是腳步聲 如果玩家在站點如果能聽到樓下有腳步聲 而且發現周圍沒有自己的隊友 那麼玩家就可以推測下面有個敵人 就可以考慮怎麼對付他了 當然小A要告訴大家有時候要養成一個習慣 跑一些路線的時候要稍微停一停 仔細的聽一聽周圍有什麼動景 比如說有沒有裝甲車的引擎聲音 敵人士兵丟意料包丟彈藥包的喊聲 還有敵人士兵的跑步腳步聲 小A常常就是聽聲音來判斷 敵人是從哪個方向來的 而且在哪個轉角後面有敵人 玩家其實也可以從敵人開槍的火花 判斷出敵人的位置 特別是有些敵人站在窗戶後面開槍 你會看到敵人開槍的火花 還有打出來子彈的彈道 玩家可以按照彈道來推測敵人是從哪裡開火的 知道他們的位置在哪裡 有時候小A側面看敵人的時候 看不到敵人的身體 但能看到他槍開槍的火花 我就知道那裡有個敵人 而且能判斷出他手裡用的是半自動的武器 還是全自動的武器 還是單發的武器 有時候看彈道我也能推測出敵人到底有多少人在開槍 當然這也是要警告玩家 你開槍的時候也有彈道也有彈花的 所以要注意 就算你開槍的時候不會在 微型地圖上出現你的位置 但是敵人可以按照你的開槍的火花 判斷出你人在哪裡 最後玩家一定要牢記 上次敵人是從哪裡把玩家打死的 而且最好玩家把這些信息告訴隊友 被敵人打傷的時候看看自己的血 被敵人打掉多少血 如果只打剩大概66個血 那你就知道敵人是一位醫療兵 用的是半自動武器 如果玩家被敵人一下子打到了紅血 就是從滿血打到20個血 玩家就知道敵人可能是遠距的狙擊手 或者近距離的限彈槍突襲兵 如果玩家只被敵人打掉20到40個血 那很有可能開火的敵人是一位支援兵 如果玩家能反覆想一想的話 剛才玩家站的位置是站在哪裡被敵人打中的 在那個位置玩家的身體是暴露在哪幾個位置的 這樣子推測就可以推理出敵人在哪個位置打到玩家的 好那麼今天小A就說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 我希望今天大家學到了許多走位的概念 還有一些注意的事項 小A以後會解讀一些比較複雜的遊戲地圖的 但是看以後視頻的時候 請大家記住今天小A說的這幾點 那麼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期再見 請大家放鬆拜拜